你有没有亲眼看过神? 那你怎么知道神存在? 生命的起源 进化论很多科学家已经接受 解释了一切 哪有神设计? 我知道 你一定会说 生命从随机的意外进化而来 机会很渺茫吧 渺茫也有机会啊 彩票也会有人中 对吗? 欢迎大家观看逢星期四播放的信不信有理 我是梁伟刚全道 我们一起从呼教学的角度 去探讨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 憑信心 我们去接受一会看不见的神 真的会让很多人怀疑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神借着祂所创造的天地万物 借着祂设计的每一个生命 神每一刻都告诉我们祂的存在 罗马书的经文 自从做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受作之物 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退伪 基督教的世界观 就是一花一草 每一个生命都见证背后全能的创造主 相反 无神论者就一定要相信 生命是一个随机的意外带来的结果 没有生命的始物 突然变成有生命的人 动物 植物等等 那我们就去想一想 那一个观点比较合理了 当我们玩Scribble 拼字游戏的时候 随便拿一些字母出来 大概是这样吧 会不会你拿出来的时候 随便放一放 会有这些字已经拼好了 我们也可以明白了 当然没可能吧 当我们在沙滩的时候 看见Help 你怎么去解释了 是不是自然定律的结果啊 那些海浪啊 风啊 刷了几千亿年 一定会刷出这些字出来 给我们明白 对不对 当然不可能啊 我们的经验 告诉我们 所有的信息 一定是来自有思维 有设计的来源 那些短短的几个字母的信息 我们已经说 一定有智能的设计 那自然界的信息呢 自然界充满着 复杂很多很多背的信息哦 当达尔文在1859年 发表他的进化论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一颗细胞里面 是什么的一回事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 每一颗细胞都有我们的基因 就是DNA排列的次序 那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 都有大概100万亿的细胞 每一颗细胞都有我们DNA的信息 在当中 英文有26个字母 那DNA只有4个字母 但是DNA信息的长到啊 哇 35亿的字母那么长啊 每一个字母的次序都要正确 我们的身体才会正常的运作 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一点呢 如果你相信DNA的排列次序 是一个随机的意外 那就好像去相信 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 是一个印刷厂代爆炸做成的 那包出来每一本书呢 我们也可以明白当中的信息 基本上是没可能的 比较之下 去中彩票的机会 容易很多很多倍啊 唯一人的创办人Bill Gates 曾经这样说 DNA就好像一个电脑成绩 但远比我们偏写任何软件 现金的多了 那我成为全道人之前 是一个软件工程师 花了九年时间 每天写那个电脑成绩 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 有电脑成绩 一定是有一会成绩的设计员 才会有的 来自思维 来自智能的设计 没可能是一个随机的意外 我们就有一个电脑成绩 或者是DNA排列的次序 概括来说 基因就是DNA排列的次序 是控制生物功能的信息 唯有思维才会编写信息的 那自然定律 没可能解释信息的来源 所以基因就是自能设计的一个证据了 亲爱的朋友 你有没有细心去看一看这个世界了 之前我们用望远镜 去看一看宇宙的起源 满天信寿 证明神的存在 今天我们用一个显微镜 去看一看很小的东西 DNA排列的次序 见证神的设计 神的存在 真的是无可推诿的 你是不是愿意 打开你的心 尝试去认识 这会全能的创造主了 虽然眼不能看见他 但是借着他所创造的万物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存在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按这里去订阅 以色列的YouTube频道 如果你觉得这条短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按like 跟其他人分享 或者按这里去重看 信不信有理的任何一条短片 下个星期再见 愿神祝福你